好 唐老師剛看到事實上 關稅大戰不只是美中大戰 也是美國今年川普跟拜登總統大戰的主軸 是 剛剛畫面上看到葉倫這個講話 這個全世界現在每天都發生很多事情了 那葉倫在這個德國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的這段談話引起我們的注意 我把這個背景跟大家說一下 那上個禮拜這個拜登宣布對中國課徵 從25%到100%的這個太陽能離電池跟電動車的關稅 那一如預期了 那這個鋪陳就是在講說 因為中國的產能過剩 因為中國政府大量的補貼 那麼高科技以及高端的生產製造業 那麼輸出全球 那麼包括美國在內 這是作為課徵關稅的重要的背景 當時很多人就講說 這個其實中國的電動車 這個離電池太陽能在美國的進口量 其實不大啦 這個其實影響也不大 那那個時候我跟各位報告說 其實現在是美歐要聯手的時候 那這個在歐洲 其實歐洲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電動車市場 而中國輸出到歐洲 歐盟整個電動車市場已經從2020年的16億美元 到了去年已經到了115億 所以葉倫在講這個話 他其實這個對象是對著歐洲 歐盟的公民 這個是在他在德國接受一個 法蘭克福金融管理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的時候 經過這個德國接受媒體訪問 接著他要去哪裡呢 他要去義大利參加G7的會議 那現在歐洲的狀況是這樣 歐洲議會馬上要改選了 那麼歐盟執委會的主席 馮德萊恩 他其實主張對這個中國的課程關稅 要更強硬一點 那歐盟各國你知道 每個國家的狀況和看法不一樣 法國相對支持這個事情的這個程度比較高 德國你知道就說現在這個中國 這個歐洲的這個汽車市場 包括電動車市場 當然是德國最強 在中國也是最大 那他當然是怕中國報復 可是德國也有聲上說 這個其實是應該要該做的事情 還是要做 所以現在歐盟的各個國家 包括歐洲議會和歐盟執委會 就在討論思辯辯論這個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要不要跟進嘛 那美國這個拜登總統 布林肯國務卿 葉倫財長的立場 當然是希望說服歐盟的執委會 歐洲議會去跟進做這個事情 但是呢 葉倫藉的這個場合 跟著德國人 德國人民 歐洲人民去喊話說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這樣做產生什麼影響 不這樣做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大家看這個整個的局面 就是說現在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就是說歐洲 歐盟會跟進 那大家知道 因為歐盟跟進就一起 大家現在才說那關稅到底多少 電動車對不對 美國客了100% 川普搞不好如果上來還要加碼 那這個 可是量不多嘛 就進口量不多了 那到歐洲的進口很高的時候 大家就猜會多少 現在大概說從50%的關稅 到15%到30%各種的猜測 這個都有啊 那都有 那中國要想說那要怎麼報復的問題啊 就是說或者是怎麼怎麼規避的問題 報復當然也有可能就對於這個 在在中國境內的這個 這個 美歐的市場 美歐的汽車廠 這個進行報復 那當然也有 也有討論在其他地方 譬如說在墨西哥設廠到美國去 或者是說呢 比亞迪長城這些呢 在匈牙利設廠等等 所以這整個的這個變化跟發展 我覺得會非常迅速 非常有可能 如果再做出決定的時候 大概7月初 就會開始執行關稅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